这件事,夏绝的做法让墨玉很是纳闷不解,他为何就逆了明夜的心思? 明夜如今失去一身武功,病体娇弱,墨玉是不论如何也要成全明夜的愿望,最终还是决定告诉明夜。 明夜听了这个事情,整个人就懵了,夏绝要开堂审理纳兰婷。 明夜隐隐觉得,夏绝可能要对大厦举行一场开天辟地的重大革新。 你会不会对他很失望? 他这么做,自然有他的理由。 墨玉,我要知道每次公开审理的情况。 终审前一天晚上,刑部大人的府邸无声无息地潜入了一抹秀丽的黑色身影。 不过半住相的时间,那黑影又飞出了高墙。 历日,皇上起了一个大早,为了参加纳兰婷的终审一案,他得早早做准备。 大理寺里面,被清点到位的文武大臣已经悉数落座了,唯独刑部大人未到场。 皇上落座,就发现主持人刑部大人的位置却是空的。 皇上心脏不禁一缩,敏锐的直觉告诉他,刑部大人恐怕遭遇不测了。 他给元宝偷去一个眼神,元宝会议转身离去。 纳兰奄然请了最好的壮师,宋大壮要为纳兰庭翻案。 没一会儿,元宝回来了。 禀皇上,兴部司大人昨夜获得怪病,今天卧床不起,一直说着胡话? 皇上,司大人出了意外,不如让大理寺清楚这圈局如何? 很好。